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爷 少爷 你可真用功啊 对 不用功不行啊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一会儿了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表 你过目一下 放那儿吧 少爷 你慢慢看 公司是不是新来一个杂工啊 你说那个高考状人 叫周继春 没错 谁把他接上来的 当然是你父亲了 真是老爷子介绍的 不过 他人已经走了 不干了 爸 周继春是您把他介绍到证券交易所的啊 怎么了 您这是在帮他呢 还是在埋调他 你说呢 一个高考状元 去当清洁工 他需要钱 自然得找份工作 对对对对对 他呀就配去干脏活 你乐什么呀 有什么不好吗 好啊 太好了 我怎么还是不明白 哪儿好啊 你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 对了 爸 我已经把他轰走了 很好啊 你做得很好啊 你再继续糟蹋他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你的本事吗 您在损我 我谁也不损谁也不夸 没本事的人就活该让人糟蹋 有道理 爸 您真厉害 别人 不错 我帮你做什么 我帮你做东西 我帮你做东西 非常好 可以帮我帮你吗 我真的需要你帮我帮你 真的吗 我帮你帮你帮我 帮你帮我帮你 帮我帮你帮我帮你 你好 Hello Hello I know it's a lovely place Hi Hi 這就是法國總會 在這出入的人非富即貴 這就是一般人說的上流社會 坐吧 你知道嗎 這兒的一份牛排啊 抵得上一個私藏女工一整年的工資 我帶你來啊 是要讓你見見世面 認識一下真正的上海灘 是 吃吧 我就知道我不會看錯人 憑你的冷靜機制 這件事難不倒你 陳老闆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吧 說 為什麼你對數學這麼感興趣啊 我在你這個年紀啊 也奉迷過數學 我大學念的還是數學 哪所大學啊 法國圖魯茲大學 圖魯茲大學啊 嗯 那是數學家費馬的母校啊 雖然他在那邊念的是法律不是數學 你知道費馬啊 嗯 他跟迪卡爾共同發明了解析幾何 還研究紫骰子的數銀規律 可以說是古典概率論的奠基人之一 就連牛頓都稱他是維基芬的思想先驅呢 你是第一個能跟我談費馬的年輕人 突魯茲大學啊 你相不相信 如果我不搞金融 我就會回大學 繼續研究我的數學 嗯 嗯 怎麼了 我爸帶咸魚頭來這兒幹嗎呀 哎 他們怎麼會在這兒啊 我們 要不然進去看看 別動別動 老頭子這是打什麼主意啊 老頭子這是打什麼主意啊 好 嗯 嗯 嗯 着火了 着火了 烦夫人 姑娘 娘 健身 健身 妈怎么了 已经没事了 医生给她防针 只是堂上破口子 去看看吧 妈 妈 季春 妈 伯母刚睡着 别把她吵醒了 走 出去说吧 走 蓝嫂 老爷 您回来了 怎么现在才送饭 不是 我刚才送过一回了 她不肯吃 我只好端下来再热一热 我现在给她送上去 给我吧 是 老爷 一定是她找人放的烟 你怀疑是孔灵怡干的 你干别的 别拉我 你不要冲动季春 你说是她干的 你有证据吗 不是她还有谁这么无聊 我想问问她 为什么她心这么狠 你听我说 现在伯母还躺在这儿 你可不能再出事了 有什么委屈 你先忍着 你听见没有 来吃点东西吧 有你最爱吃的鸡汤微面 我叫厨子给你做的烂一点 他们也都知道你喜欢吃烂面条 来 趁热把它吃冷 来 趁热把它吃冷 最近财军传闻了 满天飞 公载的行情起起伏伏 像打摆子似的 所以我特别忙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你说话 每天回来的时候 你都已经睡了 多头真是难做 所以我常说 不能光靠证券这一条腿走路 不行的 谁开的窗户 我不是说了窗户不能开吗 你有头痛的毛病不能吹风的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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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屋休息 小心 小心了少爷 不能 少爷 回屋休息 少爷 叫他下来 老爷 老爷 你出来 出来 不 我今天看见你了 在法国总会 不 您什么时候爱吃咸鱼了 还愣着干什么 拖进去 是是是 进去 少爷 少爷 要揍你啊 回家了 慢走 放手 老爷 慢走 明天叫人把阁楼上房间的窗户全都钉死了 是 老爷 爸 走 今天要想办法把你撞坏的墙修好啊 晚上回来我检查 找个下人修不就行了嘛 你休想 谁撞坏的谁负责修 好好好 我休 爸 我要买车 买车 您都看见了 我那车都撞成那样了 再说我那车也开了七八年了 也该换嘛 我没让你赔车已经对你客气了 还有脸跟我要新车 我看着那破车不是给你老人家丢脸吗 不必了 我的老脸早让你丢尽了 爸 您这么有钱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都替您发愁 这钱怎么用啊 你还能不能说得再无耻一点啊 您就舍得带周启春去吃牛排 就不舍得给我买辆车 你知道费马吗 费马 什么费马 哦 报费的马 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啊 哎 死老头子 我觉得你这次可是闯大祸了 又不是我干的 但是咸鱼头的妈妈因为你住了院 你觉得咸鱼头会放过你吗 她那种人闹起事来 可是闹得天翻地覆的 你孔令仪不过是个三斧头的成咬金 表面上每次好像都是你占了上风 但是每次吃灰的都是你 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是闲鱼头的对手 谁让她让我在银江比赛上出丑的 她得罪你了 但她妈妈没有得罪你呀 那怎么办 这一次啊 我们来软的 你又要让我向她道歉呢 哎呀 我不是让你去道歉 你就不知道 拐个小弯吗 拐个弯 对呀 这次就给她 来 这位孔先生开出的条件也太苛刻了 什么四六开 他拿六我拿四 还要预缴八十万的押金 这 这分明是她不想跟我们合作 还要我们知难而退吗 别生气嘛 这是我预料中的事情 Mr.Chain 你看怎么办 我们还要不要跟她谈下去 当然要谈了 中国有句成语 好事多谋 只要孔山人肯开出条件来 就表示她愿意谈呢 好了好了别谈这个了 来 尝尝看 我刚从古巴进口的最好的雪价 真不错 再教你一句成语 你不仁 我就不义 住一天一月是两块钱 烟一条咸鱼是八毛钱 三条咸鱼呢就住一天一月 我已经住了两天了 我要卖六条咸鱼呢 我要是再住两天一月 就再住一天一月 就是要再卖三条鱼 伯母 我来看你来了 这是给你买的东西 谢了 搞脚技 我是孔令仪周继春的同学 我知道知道 你来干什么 我听说你病了 我来看看你 我来看看你 有心吗 伯母您身体好点了吗 好什么呀 就这么回事吧 我正在这算的 你看住一天医院要两块钱 我得卖多少咸鱼 才能把这几天的钱给弄回来呀 等我儿子一来呀 我就出院 伯母 钱的事情你就不要担心了 你这安心养病就好了 这这么贵 一天 两天 两天 这的环境怎么这么差呀 伯母 今天我就给你换个头等病房 伯母 开门 开门 神经和没关系 神经 几基 你 远 跟 哈 الط guy 船 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好啊 您呢 就在这儿安心养伤吧 你刚才说什么 只要你一句话 那住院的钱全免了 没错 那就好了 等医生待会儿来了 我就告诉他 我头疼 牙疼 肩疼 我肚子疼 我腰疼 我哪儿都疼 为什么 这样我就可以在这儿多住上几天了吗 伯母 您小心点 这 这 这不好 坐这儿歇会儿吧 待会儿季春回来了 你别跟他说我来过 我怕他觉得不好意思 孔小姐啊 你想得真周到 没关系 大家同乡嘛 孔小姐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是个好心的人 说实话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霸道 傲慢 人嘛 长得还漂亮 就是太瘦了点 像吃高脚鸡一样 真的没有想到 你还挺善良的 你看 你是千金大小姐 住的是花园洋房 你还没有看不起我们打鱼的 还跟我们认同乡 孔小姐 你真是个好人哪 你是不是把闲里头的母亲给摆平了 那还用说 只要我孔令一出马 就没有摆平的事 小姐 老爷 老爷要去部房给抓走了 走 小姐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五号病床的病人 哦 转房了 转哪去了 三楼 头等病房 头等病房 请问头等病房在哪 哦 里边 谢谢 陈老板 昨天他瞳孔对光有反应了 哦 那就表示他有知觉了 这个不太好说 不好意思啊 谢谢啊 加油啊 小丫头 千万别放弃啊 妈 是谁把你转到这边来的 你不说 你不说我去找医生 医生会跟我说 我 我也转了 我 不像 是不是孔令一把你转来的 这么大声干什么呀 季春 你怎么知道的 你知不知道是谁叫人放的烟 谁害你受伤住医院 嗨 不就是那几个调皮的小孩子吗 往屋里熏艾草 没关系死不了的 什么 什么调皮的小孩子是孔令一啊 他要置你我于死地啊 孔令一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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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小姐没那么坏 肯定不是他 好 就算是孔小姐啊 派人去的 也是你得罪了他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做的 儿子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干嘛老跟人家孔小姐过不去呢 是他跟我过不去 那俗话说 好狗不跟鸡豆 好男不跟女豆 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 他争我没关系 他争我娘就不行啊 对 他沾尿粮就不行 儿子 我还是觉得不是孔小姐做的 他没那么坏 不会是他干的 而且 我现在已经开始 有点喜欢他了 妈 你怎么这样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我没吃多少啊 儿子 以后你就别再跟孔小姐斗了 行不行 好不好 听见没有 就这么丁了 你要是不说话 就算是答应我啦 昨天 吉思科在十六铺码头 接会一条运送私盐的船只 船只说 他这批盐是从我们 善盐商号的盐田运出 不可能 我们善盐商号有官府 颁发的特许权 如果贩卖私盐的话 怎么可能营业到今天 于叔 我觉得这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单纯 会不会跟陈建廷他们有关系 你是说陈建廷 好 那这事就拜托你们了 你来得正好 我刚给寻补房打了电话 要他们好好照顾你爸 如果你爸少半根寒帽 我为他们示位 陈叔叔跟寻补房的关系还真是好 那我爸被招的消息 你早就知道了吧 是啊 我刚听了广播才知道他出事了 广播 这么快 现在这个年头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陈叔叔 恕我直言 是不是因为我爸不跟你们合股 才故意陷害他的 好 给你看样东西 你爸没告诉你爸 我们已经签了产销合约了 你爸开出的条件我半点折扣没打 全都答应他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八十万亚级今天就到账了 你说我能害他吗 现在你爸有麻烦就是我有麻烦 我不能置之事外 要不然我对不起山姆先生 那 那是谁要陷害我爸呀 陈叔叔 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呀 别着急 我会的 令姨 爸 坐 爸 爸 你怎么样啊 他们有没有打你啊 没有 他们敢 我问你 外边情况怎么样了 陈叔叔帮你请了英国的大律师 要帮你打赢官司 我不要什么英国大律师 你告诉他 我已经全权委托 我的常古律师为我编护 爸 你是不是不相信陈叔 你们不是已经签署了 产销合同吗 怎么了 刚开始我也不相信他 但是看到你们签署的产销合同 我才相信 陷害你的人应该不是他 现在下这个结论 还为时尚早 你想想 这边合同 这边合同刚刚签订 那边就发生了私验案件 这未免太巧合了吧 爸 陈叔叔让你放心 他说不惜重金 一定要帮你打赢官司 这个陈建廷啊 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还真有点搞不懂他了 坦白地说 我也没料到陈先生会出这招 对你们中国人的谋权之术 我只有佩服 佩服啊 要论权魔之术啊 你们英国人也不遑多让啊 要不然也出不了像莎士比亚这种 专写权魔的戏剧大师 听说 善言善靠 如今是群龙无首 乱成一锅粥啊 你就让他乱 越乱对我们越有力 孔三仁的律师啊 正在帮他办保释子 我好不容易把他弄进去 能让他那么轻易地出来吗 对付这个老花头啊 你就是把他关起来 让他待在里面 关他个四五年 就算他骨头在印挺过来 到时候 善言善号信使名谁 谁知道 你是说 孔三仁一进去 善言善号第一把手 就必须交给他的副手余子盒了 孔三仁膝下无子 他就一个女儿孔丽仪 成不了气候 他别无选择 而这个余子盒 是个聪明人 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放心吧 你很高明啊 上面有指示 孔三仁不能保释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上面的意思 你们都请回吧 我们可是有检署开具的保释令啊 对 都说好的 你们指的上面的人是谁啊 这么跟你说吧 国民政府特别重视这起贩卖私盐案件 特派专员从南京赶来 这个时候我不能放人 凭什么呀 我爸是无辜的 你们凭什么扣人不放啊 小姐 这里是寻补房 不要放肆 我不管 把你们掌握交出来 小姐 把你们掌握交出来 小姐 把你们掌握交出来 小姐 把你们掌握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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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事凶多吉少了 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我要知道就好了 我想你爸 是不是都醉什么人了 月红 不要问了好不好 好吧好吧 我不问了 那你别再胡思乱想了 月红 嗯 我真的怕我爸 我从来没这么害怕过 我真的好怕 吉川 吃不吃 橘子可甜了 吉川 现在 首先请辩护律师陈慈 法官大人 佩诚员 孔家历代都是政府特许的 食言专卖商人 在邦城的地址上 和孔家的家谱上 都有记载 善言商号历来缴纳的严苛税 在邦城 都是首屈一指的 我这位当事人的祖父 还被清政府推选为 邦城总商 所以呢 我的当事人 是不可能知法犯法 偷运私言的 法官大人 刚才辩方的陈述 都是逻辑的推测 善言商号 为了追求高利润 坚守自盗 加迈私言 这是不难理解的 传唤证人 法官大人 这传言是善言商号的 我从船上带来这袋盐 请法官大人过目 你撒谎 胡说八道 肃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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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盐盛上来 把盐盛上来 这是我们从这条船上搜到的 犯言许可证 是伪造的 上面还盖有善言商号的图章 请法官过目一下 被告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法官大人 这袋盐 绝对不是我们善言商号的 我们孔家历代经营官言 奉公守法 请法官大人明察 那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这传私言不是你们的呢 法官大人 如果在一个人的家里 搜出一把刀 是不是证明 他就是杀人凶手呢 那要看搜到的是怎样一把刀 我宣布 休停 法官大人 这 谁啊 就是他 就是他呀 那就是判决以前 是不是应该看看查获的是什么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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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不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你是谁 法官大人 我是磅尘人 从小在海边的盐田长大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盐 是不是磅尘来的 好吧 我接受你的建议 我看这个盐 我看这些盐 是什么 我看这些盐 我看这些盐 我就看你 你看这盐 我觉得啊 这盐 不像这种盐 是什么盐 你快看我看了 我們磅塵的鹽田採用的是 林露氏的曬鹽法 我們曬的是海沙不是海水 所以鹽的顆粒特別粗 不像你查獲的這袋鹽 顆粒這麼的細 再加上我們那一袋 海水綠化鎂跟綠化鈣 這兩種化學物質的含量偏高 所以它會在鹽裡面結晶出來 顏色會有一點灰暗 不會這麼潔白剔透 現在宣判 善言商號偷運撕研一案 證據不足 被告孔善人當庭釋放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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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啦 回家 那個年輕人是誰呀 他從哪裡冒出來的 他壞了我們的一盤棋呀 走吧 陈爺 爸 想什麼呢 在想周繼春吧 爸 這次啊 我以為在劫難逃 在牢羽中度過餘生 可沒想到在關鍵時刻 是周繼春打救了我 嗨 真是不可思議呀 應該感謝人家鹹魚頭 嗯 這個周繼春啊 還真是個人才 哎 我搞了大半輩子鹽的生意 都沒有搞清楚不同方式生產出來的鹽 有什麼區別 那我們更應該好好感謝人家 是應該好好感謝感謝他 對了爸 我們家南馬頭那家店還有嗎 這個事兒 得去問魚子河 怎麼 你有什麼想法 周繼春他媽在上海賣鹹魚 我想把那家店借給他們 行嗎 我看可以 爸 你真好 爸 聽說周繼春在法庭上救了孔善人 有這回事兒嗎 出去敲了門再進來 進來 爸 虧了您還請周繼春去法國總會吃牛排呢 這牛排都吃到狗肚子裡去了 他掉過頭來就反咬您一口 怎麼反咬一口了 爸 您別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孔善人是您弄進去的罷了 我胡說 好好好 我胡說我胡說 爸 只要您一句話 我馬上找人做了周繼春那小子 你要是敢動周繼春一根指頭 我要你的命 不是 爸 您幹嘛老護著周繼春呢 他可壞了您的好事兒 我警告你 你別像個娘們似的到處嚼舌根 你要是在外頭給我胡說八道讓我知道了 我立刻減掉你一半的生活費 聽懂了嗎 是 出去 到了到了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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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來 停停下來 兒子 你快看看 這兒 這兒下來下來下來 看看快快快快 你看這兒 這兒這兒 哎呦 這麼大一天呢 都是花了三天三夜的時間把它粉刷的 粉刷的可好了 哎呦 等一下兒子 你看著啊 等著 快過來看看 兒子 別傻站著 快過來看看 快過來 兒子 別傻站著 快過來 過來看看 哎呀 老子 你看看 這寬敞又明亮 那一間呢 那一間是客房 客房 來的客人呢 都可以住在這兒 啊 還有這間 這一間呢 是個雜物間 看见没有啊 咱们的东西啊 都可以放在这儿 哦 那个厨房在后面哟 买的饭啊菜啊 我们都可以放在这儿 做熟了可以吃 哦 这是洗澡的地方 哎呦 你看见没有 还有楼上 楼上你就住在楼上 一切呀 我都准备好了 我要还有一件事 要告诉你呢 你要干嘛 我当然是要开门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 哎 当然是开闲鱼店了 你怎么不声不响就开店呢 你哪来的钱呢 哎呀 没有三两三 哪敢上梁山啊 实话跟你说 儿子 我这次来上海呀 就没打算走了 我告诉你吧 我呀 早就想开一家闲鱼店了 这钱嘛 放心 你出门的时候 带了五十五块三毛 扣掉船票 吃饭 黄包车 哦 这几天你还买了三包化煤 你总共还剩十六块五毛九 你怎么知道的 你有几两种我不知道 你去哪里来的 嗯 我是找你 熟白大娘舅的 丈母娘借的 哪里来一个丈母娘啊 哎呦 儿子 管她呢 有钱就行 咱们呢 开门做生意去 走 哎呀 孔善人无罪释放 这打落了我们的部署 老板 你看我们跟善言山后的合作 还要不要进行下去 当然要了 合约签了就得履行 这是诚信问题 可是 会给善言山后的八十万押金 可全都是我们出的 老板 您看是不是让山母先生也应该出一半 算了吧 我们出把他人都走了 天底下没有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也没有常胜军 既然愿赌就得服输 更何况到最后是谁赢谁输还不一定 是吧 好了 散会吧 好吧 好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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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浪里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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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浪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儿子 你该干嘛干嘛去 钱哪里来的 钱呢 钱我抢银行来的 信吧 你跟我讲啊 哎呦 儿子啊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你老妈我行的证 我占的值 我开门做的是正经生意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这个店里的房东是谁 我呀 是怕你在这儿 在这儿读书不安心 我就把这房子啊 粉刷了三天三夜呀 很辛苦的 这样啊 就跟老家一样了 你就可以安心读书了 是吧 你不跟我讲 我自己去查 哎 你查你个头啊你 哎 儿子 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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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 纯尼彤 纯尹童 自己搞浪漫了 对不起 我要上课 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要那么凶吗 谢谢你救了我爸 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而已 不用你谢 我谢谢你可不是怕你啊 我干嘛要你怕我 你怕我什么 你就不能服个软吗 我为什么要服软 你爱过人吗 什么 你爱过人就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了 你笑什么 我说的是实话啊 从小到大男人都对我服服帖帖的 只有你见了我身上长得刺一样 这证明你从小就被人家宠坏了 女孩子就是要被宠啊 对不起 我从来没帮你当女孩子 闲一堂你挡一挡 你已经说很久了我要去上课了 我让你当我男朋友 你说什么啊 你的惊讶我可以理解 你不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吗 好消息 对呀 一来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二来呢 你摇身一变变成我孔丽怡的男朋友 你知道身大多少男孩追我吗 哎 哎我又没有让你追我 我们直接宣布是一对好了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才吃错药了呢 我好好跟你说话 你非逼我犯火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今天跟你好 我是低救 你是高潘 知道吗 你笑什么 我笑你可笑了 我哪里可笑了 你自己想把我上课了 哎 哎 哎 鞋头你站住 哎 咸鞋头 这谁的衣服啊 当然是你的呀 来试试看合不合身 你买的 啊 你骗我 你到底要骗我多少事情 哎 哎 说实话吧 这是孔小姐拿来的 孔令仪啊 哎呦 你别一听到人家孔小姐的名字 就像触电仪啊 这上海滩这么大 有几个孔小姐对你这么好啊 我干嘛要她对我好 你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不领琴呢 我怎么领这个琴 妈 我跟菊芬是有婚约的 那人家孔小姐也没那个意思 她就这个意思 真的 你爱过人吗 你爱过人吗 我要你当我男朋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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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哟 怎么 咸鱼翻身的计划受阻了 这个咸鱼童 它真是不是台具 人家要帮它 它还不要 真是狗咬吕东斌 不识好的心 这衣服 买新的呢 还真下功夫 昨晚一天 我会让它穿上我的衣服的 痒痒痒痒 这风啊 吹在脸上 吹在脖子上 像狗舔一样的痒痒 孔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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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生气吧 没有 你千万别生气 春的气啊 她呀 就这样子 身在福中不知福 回去啊 我说说她 她那俊脾气像谁啊 她呀 像她爹 死倔死倔的 伯母 你给我讲讲 鸡春小时候的事吧 鸡春小的时候啊 哎呀 鸡春小时候 可有意思了 哎 她一生下来呀 哎呀 头啊 就这么大 足足啊 有五斤重 我们村里的那个算命先生啊 一见到他就说 乖乖 这孩子啊 不得了 天庭饱满 四角方正 将来呀 一定是个大人物 哎呀 你说这大妈的听到这话 心里头 不知道有多舒服啊 哈哈 嗨 小姐你买鲜鱼吗 妈 餐厅 你小个 醒了 醒了 真的醒了 医生 医生他醒了 醒了 妈 把眼镜拿下来 你就不怕得找花生跑到鼻子里去 儿子 这是上海滩最时髦的大笨 你看我像不像大明星 蝴蝶 那像什么 狐狸 儿子 你觉得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你看 眼睛 你没觉得我的眼睛变得又大 又迷人了吗 你几个钱就煞车腾吧 这来到大上海才发现 这前半辈子是白活了 这俗话说得好啊 这人比人得死 这祸比祸得扔了 这俗话又说了 这佛靠金庄 这人靠衣装 这俗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 妈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吧 她醒过来了 是啊 真的是奇迹啊 突然就醒过来了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打哪儿来的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小姑娘 这是几 她是不是变傻了 喂 我就是 醒了 你可知道你在这里躺了很久 我们还以为你醒不来呢 你还记得发生过什么事吗 嗯 小偷 包 小偷 小偷偷了你的包 你是说 嗯 怎么样了 陈老板 小姑娘今天怎么样 你是谁 不是跟你说了吗 她是你的大恩人 是她把你送到医院来的 你的医疗费 都是她帮你付的 她就是陈老板 谢谢你 陈老板 不用客气 来看 我今天给你带什么了 粽子 有进步了 她现在记得是粽子了 她的进步可大了 她还记得小偷偷了她的包呢 小偷 小偷 好 嫂 老板 老板 我們埋葬 不就不必要 这呢 你肯定就是 你肯定有助 没有 改美 老板 好像家们 şekill inkle 朋友 好 你 嘛 校服 看看 多好看呐 不是我的衣服 我不要穿 哎 妈知道你是贤令仪拿来的 是不是啊 所以啊 妈狠狠心 咬咬牙 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了 你穿穿试试看 又体面又精神呐 我 我就不穿 你不穿啊 不穿就没有了 那你就关着屁股出来吧 我走了 哎 妈 妈 哎 这不是数学系的周济春吗 大家快来看呐 鸟匠会泡了 快来看 数学系的咸鱼头穿校服啊 你们别说啊 咸鱼头打巴打巴还挺帅的 是请教人喜欢的 你喜欢他 拜托 教他在家先用花肉水泡个三天 去找鱼心外 再来找我啊 怎么样 想通啦 问你话呢 想通什么 这副现在是我妈买的 对啊 是我打折卖给他的 这样你感觉舒服一点了吧 就是嘛 上深江大学 上深江大学 就应该有上深江大学的样子 好了 不过 这才是第一步 你在和孔灵仪交往啊 谁说的呢 学校都传开了 说上岩小姐孔灵仪 喜欢瑜伽子弟周继春 你这身校服 是他给你买的吗 是我妈买的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学校传得特别难听 说你现在吃的用的穿的 都是他给的 随便他们爱怎么穿怎么穿的 你 你真的没跟孔灵仪交往 要不跟他交往 除非老虎变成猪 老虎变成猪 那个周继春是哪位啊 那 那在那呢 谢谢啊 你是周继春啊 怎么你是 把包给我吧 你干吗 送你回家啊 为什么 这是我们小姐吩咐的 从此以后你放学啊 就由我送你回家 孔灵仪啊 还有谁这么疼你啊 告诉他我认的路不用人家送 我要是不送你回去 我跟小姐没法交代 来来来给我吧啊 不要跟着我啊 这这 叫你司机不要跟着我 是我让他跟着你的 我就是要跟着你 我也未婚妻了 我调查过 你没有 我 我不可能当你男朋友的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 那就假装追我啊 然后再让我把你甩了 这样我们俩就互不相见了 你找别人吧 这种游戏我不会玩 你难道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孔小姐 请你自重一点 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 你小心点你 这是你要的所有的事 新事 老事 武事 唐事 诗经 诗集 还有打动诗 都在这儿 你别废话了 赶紧过来帮我找 好 找找找找找 廉价苍苍 白露为霜 停停停停停 是尖架 我告诉过你 我只读过千字文 你这 这哪为我了 这个我熟 这个我都会背 床前明月光啊 仪式地上霜 x2 举头望明月 低头子骨香 我会背 爱情诗 你懂吗 你懂爱情吗 这姑娘是我们家的吗 爱情 要说爱情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像你这种人才不会懂得什么叫爱情呢 你是给那个闲鱼头写的爱情诗是吧 去去去 不用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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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走 别跟我爸说 耶丝啊 去去去 你就像一缕春风吹进了我心灵的窗口 给我带来一丝丝的冷意 春风好像是暖的 给我带来一丝丝的暖意 你就像那 你干嘛呢 你吓我一跳 写诗呢 最近你们一个个都诗性大发 都写诗了 怎么回事啊 还谁写诗呢 这是个秘密 一级秘密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拉倒 你不告诉我 我也知道 不就是袁培珠和陈子布那点破事吗 他们不是在打冷战吗 战事一定有 但是他们现在是越战越火 我这儿也有一封情书 你给我看看 这是佩珠给子布写的 我现在就给他送去 你给我看看嘛 不行 你给我看看 你给我看看 陈月红 下回也没用 不给就不给 我这几天买了几套新衣服 本来还想给你一套来着 是吗 那你想不想试试啊 好 走吧 那你先试一下吧 都是试啊 好 你 你干嘛呀你 我换衣服啊 怎么啦 你怎么啦 你不能在这儿换呢 奇怪 有什么不能换的 一点也不像淑女 懂不懂矜持啊 我换衣服啊 丽姨 你看看 我换完了 你看看 夜上海 夜上海 真好看 丽姨姨 这不是我的风格呀 这是你家姨太太的衣服吧 你给我 这花这么漂亮啊 这是你的吗 是谁的吗 是送给她的 不是我的 不是吧 是她的 是她 那是她 那是你的 还是你的 你的花 谁的花 你的花啊 快收着啊 这花上还有留言呢 就是送你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看上面还有留言呢 这个花是绿仪 亏她想得出来 居然给男人送花 还在上课的时候送 大家这里听好了 真是把我们三年课的脸 都丢光了 陈子布 有人托我给你带封信过来 胡涛 我完了 怎么了 做什么事了 我这皮肤算是完了 你看我这毛孔 恶心死了 你这自脸狂啊 没救了 如果玫瑰代表我的爱情 那么你的笑容 就是注留在我心中的浪漫时光 如果满天星代表你的首肯 那么黑夜里满天的星光 都是我注视你的眼睛 如果百合代表你我的牵手 那么我们一生的爱情长路 将飘满清香 如果 现一头你太过分了吧 哎 圆培珠托我带给你的那封信 你看了没有 看什么呀 你没看我一直都忙着吗 你打开给我看看吧 哎 我说这个女人吧 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血是酸掉牙的情师 你说她是不是最近酸没吃的太多了 整天往外冒酸气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女朋友呢 哎 我说大文豪 你跟她可有的一拼啊 什么话啊 看就看 我干派下风了 我可贫不过她 是吧 我就说了吧 肯定特别酸 女人 哎 哎 子波 子波 那天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让维侯送信 我应该亲自把信送到你手上 你别烦我啊 哎 子波你听我说呀 子波 都是令姨在中间搞的鬼 她就是看不惯我们两个好 还偷看我给你写的情诗呢 啊 对了 拜托你以后不要写这种酸掉牙的情诗 来恶心我 子波 我怎么那么糊涂呢 我怎么能那么做呢 我知道错了 子波你别不理我呀 你 你知道我心里会发慌的 你骂我也行 只要你跟我说说话就行 嗯 要不然你泼我 我自己泼 来 我教你 这水啊 该这么喝啊 在我的心头 有你的温柔 在我的心头 就像我走下去 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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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华是一生的游戏 填不满心的痴迷 终于明白时间 只有爱有唯一 去留之前 该如何继续 怎样的爱 才能换回你 唐灵依 想不想联合背情诗啊 很漂亮 可是你忘了这里不是你家的花园 只要我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整个上海变成你我的花园 那那个花园里面一定不会有我 那你现在在哪里 怎样的爱 才换回你 我们鲜花之前的美丽 怎样的爱 才能够回去 最书生 我爱你 最书生 我爱你 怎么啦 把车推走吧 推哪儿去 你长点脑子好不好 陈一桃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你不是躲我吗 我告诉你 你是躲不过我的 我从小就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可是高手 你来干什么 儿子 你怎么才回来呀 这几天人眼也不见 学也不上了 你的事孔小姐都跟我说了 回来就好 伯母 我们开饭吧 开饭 开饭 快进来坐呀 你跑到哪儿去了 来来来 坐下 哎呀 孔小姐 我去端那个真的咸鱼 好好照顾孔小姐啊 嗯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 我不是说过吗 我要你做我的男朋友 莫名奇妙 我孔丽怡从小到大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不过你放心 我对你没有兴趣 我只不过在给原配出怄妾而已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男朋友 然后再让我把你甩掉 你就大功告成咯 到时候你让我烦你 我还不肯呢 无聊 就算是无聊吧 怎么样 我劝你还是呱呱答应吧 不然我会把你的生活 搞得天昏地暗 鸡犬不宁 我孔令一可是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的 你出去 我要是不出去呢 难道你要把我赶出去吗 儿子 儿子 怎么睡不着啊 是不是让孔小姐 给闹的 没有 这个孔小姐也挺有意思的 也不忌讳也不必行 大大咧咧地给你送衣服 大大咧咧地来找你 你要是不回来呢 她就天天到家里来等 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儿子 你说她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啦 我看不像 我看像是真的 妈 不可能 我是什么人 她是什么人 你想一想 主音台还能爱上梁闪伯呢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那是戏 戏是唱给人家听的 儿子 你说你跟孔小姐 可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妈 我已经有了区分了 我再喜欢别的女孩子 那不就 哦 要是没有区分的话 你跟孔小姐 可能 妈 没有钥匙 好吗 没有钥匙 你去睡觉了 嗯 那我要睡 哎 本来有句话我不想说的 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 这个闲鱼店是人家孔小姐的 你说什么 你以为你老妈我有天大的本事 这闲鱼店是孔家的 孔小姐一分钱的租金她都不收 她为的是啊 让咱们在上海有个落脚的地方 多好的姑娘啊 多善良啊 你怎么还冷落人家呢 妈 你怎么做事情老是不想后果 谁的钱都可以拿 就是不能拿孔丽仪的钱呢 你这孩子 你狗要旅动兵啊 啊 你还想住那个又冷又湿的地下室啊 你可怜可怜你老妈吧 啊 我跟你说啊 一到刮风下雨啊 我这两条腿就跟针扎一样疼 要是再住下去啊 我跟你说啊 我可就要瘫痪了 哎哎 啊 啊 啊啊 嗯 我有一话想跟你说 哦 今成所至今世为开呀 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 我想跟你单独谈 哇 你们进展得也太快了 都开始要单独讲悄悄话了 那 我们几个就不给你们当 灯灯泡了 走吧 走了 拜拜 拜拜 走了 今天什么好日子啊 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高晓鸡 开闲鱼店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就为了这件事来找我 我想跟你说清楚 你 贤一桃 贤一桃你站住 贤一桃 哼 你真的要来医院做杂工啊 不去经验证券了 嗯 你就不怕耽误学业啊 怎么会呢 你这又何必呢 这里的活又脏又累 只要让我多赚点钱 叫我干什么都行 你就是为了还孔丽姨的钱吧 那个钱不还不行 他都缠到我家来了 这可是一大笔钱啊 怕什么 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被一个自以为是的高脚鸡打败呢 现在学校在传你和孔丽姨的事情 各种版本都有 他们爱怎么穿怎么穿吧 哎 哎 哎 小姑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陈老板你家做客 哎 你看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得还记得陈老板 可不是 我们家老爷没白疼的 啊 你们说什么呢 啊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来 走 啊 走了 玩点开心点啊 来 慢一点啊 欢迎啊 陈老板好 快进来吧 哎哟 哎哟哟哟哟 哎哟哟哟哟哟哟哟 你看这款式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真是的哎哟 怎么样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孔小姐你一看上的能不好看吗 那你就收下吧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哎哟 你看看你看看 多鼻涕啊 哎呦 这料子多软和呀 空小姐 真是让你破费了 谢谢你啊 明天就是圣诞舞会 我希望季春 穿上这套衣服 做我的舞伴 哎 这件事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我保证明天 让她乖乖地 穿上这套西服 做你的伴 伯母 是伴 哎呀 管她五伴六伴的 只要是做个伴就行 哎呀 孔小姐 我发现咱们俩呀 特投缘 对吧 伯母 你以后叫我令姨就好了 令姨 令姨 哎 哎呀 令姨 哎 Merry Christmas 你还知道回来 我这段时间忙着搬家 可把我给忙坏了 又搬家 啊 换了套公寓 哎 你谁啊 你远洋公寓 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远洋公寓太小了 我换了华达公寓 大了一倍呢 你没事就知道 换车换公寓 什么时候把你的品性 也换一换好吧 爸 您还缺了一换吧 那就是换女人 小妹妹长得不错啊 放尊重一点 你要是不饿就回房间去 我怎么不饿呀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哦 想起来了 你就是我爸撞的那个乡下妹吧 爸 眼光不错啊 说什么呢 好好好 我不说我不说 小妹妹 你被我爸撞着 那可是你的福气啊 闭上你的嘴 好好好 小妹妹 您尊姓大名啊 季春哥 你说什么 季春哥 你姓季 明春哥 你还说 嫂 给小姐上点甜品 是 老爷 她不姓季 她姓周 她是我哥 你还有哥哥 你这个还真有意思啊 刚才你还说你有哥哥 这会儿怎么又说没有了 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个季春哥 实际上就是你的爱人 对不对 哦 说英文你听不懂 这个季春哥实际上 就是你的情人 你说话稳重一点行不行 别吓着他 爸 你看你看你看 她脸红了 我猜的肯定没错 她呀 就是来上海看她的情哥哥 结果呢 哎 洞房没入 还先入了病房 小妹妹 我说的没错吧 小姐 芝麻烫园 请慢用 小妹妹 是不是她说的这样 哎 你那个什么 你那个什么 季春哥是干什么的呀 你刚才说 他姓什么 姓周 哦 姓周 周季春 周季春 周季春不是我们学校的咸鱼头吗 咸鱼 他最爱吃无烟的咸鱼 你原来是那个数学天才周季春的媳妇啊 这世界真是太小了 妈 哎 好看吗 这怎么回事 这是我给你买的 孔令姨买的吧 才不是呢 这是你妈我辛苦挣钱给你买的 儿子啊 这俗话说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你在深大这样的学校读书 没有件像一样的衣服怎么行啊 我有衣服在楼上 哎 你那几件衣服哪出得了台面啊 你过来 明天不是有一个圣诞的节日吗 圣诞节 啊对 听说你们学校啊 要组织一个舞会 你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啊 就是嘛 明天你要穿上这样漂亮的衣服 为我们棒成的老百姓 蒸蒸光 明天我要加班 哎呀 加什么班呢 你要好好地读书 以后争钱的机会还多着呢 我想尽快把孔令姨的钱还给她 哎呦 那是我跟她的事 跟你啊 没有关系 明天呢 到了学校 见到孔小姐啊 一 要客气点 二 要热情点 知道吧 别拉着一张臭脸 好像人家欠你多少钱似的 拿出点男子汉的气概来 嗯 妈 嗯 我怎么觉得你跟那个孔小姐 好像挺头缘的 哎 那是人家给我这个老婆子面子 你说人家为什么给我这个乡下老婆子面子啊 那还不是为了给你面子啊 想想吧 林毅同学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 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在等人呢 要不 要不我们俩先跳一曲吧 像你这样的舞会皇后 一个人在这里太浪费了 大家在看着你呢 抱歉 我今天的第一支舞 一定要跟我的王子跳 我的王子来了 我的王子来了 Mr.Jong 你来的还真准时啊 我最喜欢准时的男人了 走吧 孔立一和周继春都进去了 鱼找鱼虾找虾 请你的青蛙找哈 等一下 这西装是你买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很简单 去西装店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今天晚上我来 今天晚上我来 是要跟你做一个交易 交易 你不是说过 只要我愿意跟你配合 假装是一对 然后你当着众人的面 在高调宣布把我甩掉 你就愿意放过我 对不对 聪明啊 就今天晚上嘛 今天晚上我配合你 不过我希望从此以后 我们金水不犯河水 不要再干扰我的生活 那就要看你今晚的表现咯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你看 都几点了 你的紫布还不来 蓝嫂 老爷 您回来了 小姑娘呢 刚才少爷回来把她接走了 什么 呦 佩主 我还以为你今天的官是谁呢 原来是月红啊 各位 各位注意了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舞会的 特别来宾 菊芬 菊芬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了 菊芬 我 我叫菊芬 你怎么了 你不认得我 我是季春啊 季春 季春哥 这怎么回事啊 哦 对了 这位呢 就是周济春同学失散多日的未婚妻 哎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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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芬 哦 对 叫菊芬 让我们在圣诞终声敲响之前 为这对历劫重逢的苦命约呀 鼓掌 原来肯定是第三者啊 别胡说 搞了半天 周济春是有未婚妻的 你怎么回事啊 Samm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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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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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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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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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